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赵丽颖扑父母包场第20条,笑翻观众三天。 众所周知,由张艺谋、雷佳音、玛丽、赵丽颖、高叶、张艺等出演的第20条上映后,最常见到的评价是看哭了。 张贵生是来不及的第20条,好秀平是来得及的第20条,而韩玉晨则是以后勇敢的第20条。 可以说贾灵豹瘦一百斤,那是一个人的胜利。 而20条保护着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 而这部电影不得不提的是赵丽颖,在电影中,他饰演的好秀平是整个故事的灵魂人物,赵丽颖虽然淡装,但是却非常的耐看, 也是因为好秀平长得太好看了,这才遭到了村霸的惦记。 在演技上,好秀平抢回自己的孩子,以及他跳楼的那一瞬间,大家都看到了他的无助和无奈。 在为电影的票房做宣传时,赵丽颖有感而发,第20条是一部为民发声的电影,司法公正是大家最朴素的情感诉求。 其实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也是很气愤,它无疑值得每一位观众走进影院,体验那份由张艺谋导演带来的独特感动与思考。 所以最终追这部电影的人很多,就连我的父母也不例外,哈哈哈哈。 随后,赵丽颖透露,大年初一到初八,我父母每天都包场自己演的第20条,问及原因时,赵丽颖解释, 这段时间天气好,所以来我家做客的亲戚也比较多,但是农村也没有什么好玩的,但是我爸妈有主意啊,请亲朋好友去看电影,聚餐也方便,哈哈哈哈。 当然,毋庸置疑第20条,绝对是导演张艺谋2024年最优质的电影,眼下电影还在热映当中,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拿出自己的压岁钱去观看两个半,小时都不舍地上厕所, 刷手机的第20条呢?第20条票房飙升,笑料满满的故事引发了观众的狂欢。 而其中一位主演赵丽颖更是在曝光了她父母包场惯影的消息后,又添了一抹欢乐的色彩。 这个消息让人心生温暖,也更加展现了赵丽颖的家庭情感与生活态度。 在演艺界,赵丽颖以其出色的表演和亲和力而备受喜爱。 她的作品总是能带给观众不同的惊喜与感动。 而第20条作为她的一部新作,在爆笑的剧情中,赵丽颖的角色扮演更是令人印象深刻, 无论是幽默的台词还是诙谐的表情,都给观众带来了满满的欢乐。 赵丽颖的父母包场惯影这一消息更是让人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和幸福。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她与家人一同分享了成功的喜悦, 这也体现了她对家人的深厚感情和对工作的热爱。 这样的情景不仅让人感动,也让人对赵丽颖更加敬佩。 赵丽颖的粉丝们对她的支持与喜爱是不言而喻的, 他们不仅欣赏她出色的演技,更喜爱她朴实真挚的个性。 在这个充满笑料的故事中,赵丽颖展现了她多才多艺的一面, 为观众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希望第二十条能够继续取得成功, 也希望赵丽颖能够在未来的作品中继续展现她的才华和魅力,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 飞驰人生二票房飙升,网传王一博原定,粉丝反应惊人。 今年的春节荡厮杀激烈,八部电影竟有四部撤荡认输, 而活下来的倒是收获颇丰。 飞驰人生二虽没拿到票房冠军, 但突破24亿的傲人成绩也足以在中国影史上留名。 不料看到飞驰人生二票房大卖了, 最先级的却是王一博的粉丝。 作为韩寒和沈腾合作的第三部电影, 飞驰人生二延续了前作的故事, 也延续了前作的成功, 依喜四海的耻辱, 在上映九天后交出了24亿多票房的满意答卷, 口碑享誉的同时, 范澄澄、尹正、张本玉等演员的知名度也水涨船高。 然而,有人却不乐意了。 近日, 有疑是王一博粉丝的网友发文吐槽, 趁飞驰人生二请范澄澄就是最大的败笔, 要是王一博来演,至少票房50天起步, 最后还不忘用显眼包来内涵一下范澄澄。 这段发言很快就引发热议。 为什么王一博的粉丝会有如此言论呢? 原来有博主爆料, 趁飞驰人生二里面的丽小海一脚, 原先定的是王一博, 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变成了范澄澄。 尽管这个说法未得到官方的证实, 但还是有不少粉丝认定是范澄承结了王一博的胡, 觉得应该由王一博来享受这部电影的荣誉。 其实这个说法倒也不是空穴来风, 在去年飞驰人生二还在备案阶段, 就有消息传出王一博将参演这部电影, 当时的话题还一度上了热搜, 阅读量都破译了。 甚至还有粉丝拍到王一博疑似连轴转, 赶到飞驰人生两片场的画面, 从时间上导视对上了, 所以使得传闻更添几分可信度。 至于后来为什么没有了王一博, 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 不过房间也有一种说法, 是王一博定的不是丽小海那个角色, 而是想让他出现在那片巴音布鲁克冠军墙上, 也就是以照片的形式出现, 含含自己也上了, 但被王一博拒绝, 两人的关系也变僵了。 其实无论是哪一种说法, 就算真的让王一博引力小海, 也未必会比现版本强。 一部电影的成功并非只靠某位演员就可以, 是导演编剧灯光摄影服装化妆特效 以及所有演员的共同努力成果, 如果以为单靠一位演员的流量就能够撑起几十亿票房, 那无意义吃人说笑, 更何况飞驰人生二里面最大篇幅是在沈腾身上。 再者, 王一博真有那么大影响力吗? 也未必吧。 之前出演的《无名》, 《长空之王》也都失利过, 所以靠王一博来扛票房还是存在风险的。 总之, 无论当初定的是谁来演这部戏, 如今沐已成舟, 《飞驰人生二》成功了, 范城城成功了, 作为王一博的粉丝不妨大度祝福, 没必要去争这个不属于自己的荣耀。 《飞驰人生二票房》飙升, 网传王一博原定, 粉丝反应惊人。 随着《飞驰人生二票房》节节攀升, 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在网络上疯传, 王一博原本被定为该影片的一部分,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 这一传言的涌现使得粉丝群体开始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和反应, 一时间舆论风暴横扫。 在这段时间里, 社交媒体上涌现出大量关于王一博原定参演《飞驰人生二》的传闻。 粉丝们对于这一消息的反应可谓是惊人的。 一方面, 支持者们表示对于王一博能够参与到这样一部 被受瞩目的电影项目中感到兴奋和期待。 另一方面, 一些其他明星的粉丝则对此表示质疑和不满。 甚至出现了一些攻击性言伦, 其中以范城城粉丝为甚。 然而, 我们应该理性看待这一传言, 不要轻信谣言。 影视圈的人事安排往往是复杂的, 而且消息的真伪上代官方证实。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谣言往往会被无限放大, 所以我们要保持冷静, 理性对待。 无论王一博是否曾经是《飞驰人生2》的一部分, 他的粉丝们都应该以支持的态度, 以理性和宽容的心态面对这一事件。 同时, 也希望所有的影视作品都能取得成功,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视听盛宴。 让我们共同期待王一博未来更加热静。